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异样了 多洁气 这秦卫难道是大成气的修士 老夫从万一年前就已经是大成初气的修士了 怎么样 你老夫的修为若是愿意收徒的话 不知多少高级修士的人都给挤破了头 想败入老夫门下的呀 老者傲然说道 眼里的双目也有一些直了 韩丽虽然说心中早有几分预料 现在听到老者亲自承认 也嘴巴一阵发干 眼角的骤然狂跳了几下 此位可是韩丽进入灵界以来见到的第一位 大成级别的修士 以前辈的身份做晚辈的师父 那自然是无上的荣幸之事 只是此事有些太突然 前辈能否让晚辈和师姐 韩道友等人稍加商量 圆瑶毕竟也不是普通的女修 将心中涌出的各种混乱的杂念压了下去 这才说道 这倒是老夫鲁莽了 此事自然应该让圆导游 仔细的商量一下的 这样吧 你们先在我洞府中 稍加休息一两天 然后再给我答复 当然在此之前 圆导游提前有了决定 那都可以来这里找我的 啊 江姓老者一念下巴的短膝 胸有成竹的说道 听到江姓老者如此一说 圆瑶和严厉二女心中一松 口中急忙称谢 老者呢 却笑着 突然两手轻拍了一下 掌声刚落 大厅片门外 白光一闪 一名仿佛半透明的白眼 从虚空显现而出 颖奴啊 你带他们去 我专门招待客人的屋子里边休息一下吧 三位道友有什么需求 你尽管满足就是了 老者冲白影吩咐道 是 主人 白影 微意恭深 然后恭敬异常的答道 行列的神念 往此白影身上一扫 心中不禁一领呢 这个白影虽然说气息竟然也强大异常 但也不会悬出的太厉害吧 赫然是一名炼虚后期的鬼王 杭力纵然还有些问题 疑惑不解 在这名白影注视下 也只能乖乖的 随之离开了 望着杭力三个人从片门消失之后 将信老者将目光一收 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沉阴了起来 杭力等人跟着 这名叫影奴的白影 一连穿过了数条通道 经过了几座偏厅之后 被带到了一处院落前 这个院落呀 由大小不一的十来天食物组成 虽然说算不上精美豪华 倒也是干净整齐 白影没有怎么客气 冲此院落一指 冷冷的说道 三位就在这里安息吧 另外忠告三位倒有一句 若是没有什么要紧之事 最好不要在府内乱闯 真有什么事情的话 三位可以高呼在下名字三声 我就会立刻感应而来的 白影说完身形一晃 就诡异的不见了 留下了韩力和袁瑶等人 互相看了一眼 先进去休息一晚上再说吧 先前就一直马不停歇的赶路 想来二位道友也有一些疲倦了 我看有什么事情 等我们三个人都恢复一些经历之后 再仔细的详说吧 反正有三天的时间 倒不及一时啊 韩力长吐了一口气 一扭头 冲二女微笑着说道 严厉勉强一笑 嗡了一声 而袁瑶带眉紧皱 下意识的答应一声 韩力点了点头 就先一步的走进了院子 他来到了靠边的一间石屋前 门上并没有什么进制 所以呢 一推屋门就走了进去 屋内面积并不算大 只有七八丈而已 但是桌椅床覆样样齐全 都是用普通的钦石炼制而成 显得是简朴异常 在屋子一角当中啊 甚至的还有一块 用翠草编织而成的铺团 静静的平放在那里 韩力眉梢移动 袍袖一抖 十几根镇旗 飞射而出 在四周角落中 一闪即逝不见了 一层清蒙蒙的光幕浮现而出 这只是一个简易的 防溃式进制 虽然说没有什么实质的防护作用 但不至于让其被暗中监视而不自知的 韩力接着不慌不忙的拖鞋上床 立刻倒头大睡了起来 说起来自从进入明河之地以来 他一边要应付明河之地的鬼物 一边呢 还要时刻小心着鬼婆子等人的暗算 还真的就没怎么好好的休息过 如今他虽然不能说对将性老者完全放心 但是以对方大成修士的修为 你再怎么小心也是无用的呀 他反而呢 不用考虑太多 可以安心的休息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 食物中酣睡之声响起 韩力陷入到了睡梦当中 这个晚上 他睡的是十分的香甜 不但梦到了小时候 和父母兄妹一起生活的情形 甚至年幼时候的一些同年伙伴的身影 也一一浮现而出 只是这些人呢 虽然一个个熟悉异常 但是他们的相貌容颜 却在梦中始终无法看清分毫 最后 一对充满柔情的美目出现在了梦中 其主人赫然是南宫碗 他在人界的娇气 在梦中出现的南宫碗 并没有说什么话语 只是用温柔的眼神默默的看着韩力 韩力在梦中同样痴痴的回望不语 仿佛整个人都陶醉在这个目光当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韩力眼皮一动 从梦中醒来的时候 眼前仍然晃动着南宫碗 那宛若秋水一般的眸光 他没有马上起床 而是在床上的一动不动的 继续品味着心中的一丝温馨之感 再过了一顿饭的功夫 韩力目中的痴痴之色 渐渐的消影 变得和平常的一般无二 不知道是否巧合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从门外传来了 严厉此女悦耳的声音 韩力身形一晃 从床上一下子坐了起来 不加思索的回答道 那我和师妹就在中间屋子中 恭候韩兄大驾了 严厉轻笑了一声 随之呢 声音全无 韩力则从容的穿上了鞋子 后手一扬 一团清光 从上往下的流转全身 顿时 袍子上的皱起的部位 瞬间抚平整洁 韩力自己也感觉到一股清凉之意 在脑中一转 当即精神一震 推门走出了食物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昨天晚上 颜厉和袁瑶二女同住在院子的另一端 不知道二女是否先商领的差不多了 韩力心中思量着 走进了院子最居中的屋子当中 一进此屋啊 里面比其居住的食屋大上背叙 同时呢 屋子里边摆放了一张石桌和多把石椅 颜厉和袁瑶二人正围坐在桌旁说着什么 而在大厅四角 各有一杆黑色的番旗飘动 一层若有若无的灰芒 将整间屋子都笼罩其中了 看来二女先一步在此地布置了一些静置 韩雄 你来的正是时候 我和师妹啊 正在为江前辈之事伤透了脑筋呀 严厉一见 韩力进来了 妩媚的一笑站起身来 袁瑶目中一色一闪之后 同样起身相迎 哦 看来两位道友已经讨论过此事了 若是训得过韩某 不妨将你们所想直言相告 韩某虽然修为不高 但是自问出谋划策还是不成问题的呀 随后他上前几步和二女再次落座 其实呢 事情也很简单 以江前辈的身份收我为徒 原本应该是天大的机缘 但是我却更想返回人族 去寻找那重修人身的功法秘术修炼 那常人族的神通纵然再是厉害 也没有办法解除我的半人半鬼之身呢 但是师姐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希望我答应下来 袁瑶先无奈的开口了 袁师妹 这恢复人身何必急于一时啊 我看啊 你先跟着江前辈修炼一段岁月 等神通大成之后 再返回人族寻找恢复人身之法 如此良极措施之后 可是再难遇到的 师姐 就是真能以后再恢复人身 我还用考虑这么多干什么呀 师姐也应该很清楚 你我二人自从修炼阴阳轮回绝之后 我二人体制 一直在向真正的鬼物一点点的转变着 我二人纵然是极力抑制着 但恐怕过不了多久 就会变成真正的鬼物了 我如何能在此地再耽搁下去啊 然而还有时间去修炼其他神通 师姐 你想想啊 圆瑶叹了口气 有些苦恼的样子 哎 此事我自然知道 所以我才会说 让师妹留在此地拜师 我回到人族 去寻找那恢复人身的功法秘术 绝对不会耽误师妹的 严厉也叹了一口气 回答道 师姐何必做着掩耳盗铃之事 将前辈话语里面的意思 师姐又不会没有听出来 她下一次天节 似乎就在不久之后 就算我现在一心修炼了长元族的神通 也不过勉强够用而已 一旦败入其门下 如何能够再分心修炼其他的东西啊 只要我们姐妹能在一起 就算真的变成鬼物 又能怎么样 灵界凶险 师妹又不是没有见识过 我二人就算恢复了人生 说不定那一天又会陨落掉的 若是如此的话 师妹啊 倒不如在将前辈门下得以庇护 以后神通大成之后 再另行回转人生之法也是不迟的 毕竟我二人成了鬼物之身 和真正的鬼物肯定还是有所不同的 应该还有逆转乾坤之法的 而且说句不客气的话吧 将前辈对师妹如此重视的样子 你若是不答应 恐怕同样的难以轻易离开此地的呀 严厉如此劝说道 唉 若是真的没有此种逆转的手段 我可怎么办呢 原谣有些异样的 忘了韩丽严 接着摇摇摇头一副同意的样子 韩兄 你怎么看此事 我看你也说上两句吧 严厉无奈 使得一转身 向韩丽求助道 二位道友的意思吧 我都听明白了一些 袁姑娘的主要是担心以后 没有办法回转人身 故而不想现在就败在将前辈的名下 而严道友觉得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缘 不想袁姑娘就此放弃 我说的没错吧 韩丽沉吟了一下 冷静的分析道 不错 我二人其实昨天晚上 就谁也没有能够说服谁 严厉苦笑了一声 袁姑娘不想成为鬼物的心情 韩某自然理解 严道友不想让袁姑娘 放弃此潜在难逢良机的想法 在下也能体调 二位其实所讲 都不算错 韩丽微笑的说道 韩兄 我和师妹找你商量此事 可不是让你祸悉泥来的呀 严厉秀眉一条 有些不满了 倒有误会了 其实韩某想说的是 袁姑娘和你之间的分歧 并不是没有可能同时解决的 什么 韩兄此怕当真 严厉一愣 随即露出了将信将疑之色 袁瑶呢 也有一些诧异了 此事如此重大 韩某怎会和二位开玩笑的呀 韩丽神色一正 若真有两全其美之法 那自然再好不过了 韩兄 不妨直言相告 严厉大喜过望 其实呢 此事根本不用我等操心 二位道友只要将自己的难处 直接告诉江前辈就可以了 二位难道忘了 那可是因为大长期的 深不可测的存在 对我们来说 疲难之事 也许要花费无数的岁月 才能完成 但是 对一名大成修士来说 却可能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就算真的没有办法逆转二位的鬼物之身 但保持二位不再继续转化鬼物的手段 也肯定是应该有的 二位道友 何不先去问上一问 再做决定不迟啊 听完韩丽之言 袁瑶和严厉啊 都有一些动容了 多谢韩兄提醒 我二人真是当局者迷 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没有想到啊 严厉面带一丝兴奋的说道 袁瑶想了想也点了点头 说实话 相比此事 我倒对袁姑娘败在江前辈门下 有一些其他的顾虑啊 韩丽愁愁愁愁了一下 忽然这般说道 这 韩兄此话 是何意思呀 严厉一愣问道 袁瑶一对美目 也马上凝望韩丽 韩丽黑黑一笑 并没有马上说什么 而是单手一翻转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在手中浮现 瞬间狂胀 化为了胀许大小 正是那座 圆祠神山 手腕只是一抖 小山呢就化为了一道乌光 往十五顶部飞去 在三个人头顶处滴溜溜一转之下 漠然放出了片片的灰色霞光 将三个人都照在了其中 望着这灰色光照 二女有些意外 倒也没有谁马上追问什么 韩丽这个时候才冷静的说道 这是我修炼的原词神光 虽然在大成修士面前不值一提 但有神念踢入其中 而不知也是不可能的 下面我要对二位道友所说的话 可能对江前辈有些不敬 但是韩茂也一向都是先小人后君子 还是要提醒二位一下的 严道友一心想让原姑娘败入江前辈门下 可曾想过 万一这位前辈 其实不是想借助原姑娘之力 抵抗神门雷杰 而另有其他的目的 或者抵抗雷杰之法 是对原姑娘自身大有损害 甚至有性命之忧的话 你们将如何处理 二女互相看了一眼 并没有露出吃惊之色 严厉呢 反而勉强一笑的说道 韩兄此话有些过了 以江前辈的大成修士身份 怎么会欺骗我等等 韩列为言呢 是眉梢一动 凝望着二女片刻之后 这才轻笑着点了点头 那么看来是韩某多虑了 二位道友既然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 在下就不多说了 只是最后再提醒原姑娘一句 江前辈既然是用商量的口气 想将你收入门下 肯定也有他自己的重重考虑 恐怕不好动用什么强硬的手段 原道友只要把握好其中的分寸 就算遇到什么麻烦 想来呢 也能是吉人天象的 多成韩兄吉言 袁瑶苦笑了一声 口中称谢 韩列嘴角一翘 手臂往空中一挥 袁瑶神山骤然之间呢 就在空中不见了踪迹 一同消失的 还有四周的那层灰色的光照 随之 韩列和二女又商谈了其他的一些事情 并对江姓老者身居此地的原因 做了一些猜测和分析 盼来呀 这位江姓老者 很可能是真心想收徒的样子 韩道友 我有些话想和你单独说说 你可愿意听上一耳啊 韩列耳边想起了老者的一丝传音 韩列默然一惊 前辈有何吩咐尽管讲来 晚辈一定席耳恭听 韩列神色一宁 同样传声回答道 一旁的圆瑶和严厉 既然韩列和老者嘴唇微动 并没有任何话语之声出口 自然之的二人在用传音之术交谈 他们互望一眼之后 全都失去了一言不发 静静地在那里等待 其实老夫 若没有发现你的女伴 竟然身举天音之体 原本呢是打算把你收入门下 让你继承我的衣帛 但是现在 我一边已经收姚尔为徒 一边还要准备应对天结之事 自然没有办法再分心收你了 这可真的是有些遗憾啊 原本我对你的法体双修之路 是很感兴趣的 老者徐徐传音 最后大感可惜地说道 这话传到了韩列的耳中 让韩列心里边是咯噔一动啊 他明白这个老家伙 没安什么好心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977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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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人修仙传》第977回